在政党当人民用巴掌去打这个执政者 这个重重的一打之后 下一次就2024了 如果民进党不能够团结一致 重新找到这个新的论述能力 2024年丢掉政权可能性不是没有 各位财群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谢金河 欢迎再度收看老谢开讲 这一周当中 全世界的焦点都在台湾的地方选举 这个地方选举在11月26号迅速开票完成之后 我们也看到台湾在整个政治版图出现非常剧烈的变化 在经过这一次的大选之后 民进党在六都当中只剩下两都 而如果把执政的县市加起来 剩下4加1 这个4加1是原来的高雄跟台南市 是六都当中的两都 而剩下的包括屏东县跟嘉义县 此外还加上一个离岛的彭府 这个是在1986年民进党创党之后 掌握的县市执政版图最小的一次 这一项的一个结果 对小英总统来讲 当然是一个巨大的伤害 所以在这一次选战当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 一个是日本的学者小力言心性 他在选前 他其实已经告诉大家了 民进党很可能是拿到4加1 他只有一个金门没有猜中 那其他都命中了 所以大家都觉得他非常的神准 他在选后 在关键评论完特别透露 他说台湾能够在中国的巨大压力当中 完成的地方选举 而且这个是选民非常成熟 有智慧的一个表现 那么他也认为 民进党现在在2024 要确定败选 还言之过早 但是民进党未来要痛改前辉 也就是在这一次执政的过程当中 大概看起来人民的感受是不好的 所以我们看到吴翁山先生在报纸投书 他说嘴上谦卑态度 骄狂人民厌恶 他特别提到台湾的社会同情弱者 当掌权的一方 倾向权力打击一个竞选的对手 是同情心必然发笑 他说实际的政治是错种复杂的事情 投票行为尤其百般深奥 他说很少人认真去了解 2022年台湾历史选举 左右大幅摆荡的真正内涵 那他说台湾1900万的选民 参加政党的不到10% 另外90%对个别政党并没有明显偏好 台湾又是一个水平知识很高的地方 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这句话至少在投票那天是真的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也可以感受到 吴翁山先生这个他的发表的言论 也大概代表在这一次民进党败选 所遭注的重大的重创 这当中也跟在这一次选战当中 第一个他没有主体的论事 另外鹰派几乎整晚端走 他也没有经过比较民主的地方出选的程序 完全由选对会来推派人选 这样的人选他未必是符合大家的期待 所以在这一次选战当中 重中之重的最重要的核心 台北市 陈时中虽然在抗议当中有非常杰出的表现 但是他的团队这一次仍然没有把他包装的很好 这一次他是悬殊的差距落败了 是43万4对57万5千 等于31.93对42.29 这个投票比例是比上一次 李英元在对上马英九的时候来的更低 那这个也让民进党内部出现非常大的反弹 你看到在何助委特别点名说黑道把持在竞选主轴当中 小英的团队完全把持了这个陈时中的竞选主轴 所以这个出来的结果 我们看到台湾整个收了版图 这个线大概北港西以南大概能够确保 但是以北大概全部都沦陷 公安在选前也是遭受到网军非常大的这种打击 但是他仍然拖映而出 这样的一个板块的变动也告诉大家 台湾未来的地方政治的发展 2024会是一个关键转折点 为什么呢 2024是台湾历次政党 如果把李登辉时代不算的话 从2000年之后 陈水扁执政8年 再轮到国民党的马英九执政8年 再回到民进党的蔡英文8年 那这个也代表 在过去的20多年当中 没有一个政党能够顺利的两任之后 再一次能够执政 那这个对2024年的民进党来讲 他必然是重中吃重的挑战 那第二个呢 我们也看到在执政的第六年啊 这六年的震荡期啊 是对执政当局都是巨大的挑战 阿伯的时代呢 在2006年 大家也可以看到 06年的选举啊 国民党是大胜的 在22个县制 那时候没有六都 国民党拿到15个县市 而民进党呢 只拿到7个县市 所以15比7啊 这个相差是非常娴殊的 到了在马英九执政的时候呢 又是一次中摆 2014国民党在六都当中啊 只剩下一都 这个一都是剩下朱立伦的 险胜游锡坤啊 保住了新北市 那么在全台湾呢 国民党最后只剩下5个县市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跟这一次啊 民进党5个县市啊 有一点意气同工之妙 也就是在政党当人民 用巴掌去打这个执政者 这个重重的一打之后呢 下一次就2024了 那这一次呢 在小英总统受到重创之后呢 现在2024也是对2024啊 一场重要前哨战 如果民进党不能够团结一致 重新找到这个新的论述能力呢 我相信在经过这个选战当中啊 大致上你可以看到 2024丢掉政权可能性不是没有 就是在这一次呢 所有的立地呢 逐渐变成蓝天了 这个形势非常的鲜明 那我们也看到 国民党的执政 其实在经过这一次的选战当中啊 很多人意外当选 比方说像张上正能拿到桃园市 而国民党的投票 其实没有大幅的成长 主要关键是 民进党的投票呢 大幅的滑落 这个大幅滑落呢 其实很多民进党的基本盘呢 没有被吹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是 未来民进党如果在重建之路啊 可能必须要面对的 党内民主的程序呢 如果来落实 另外一个呢 在这一次的选战当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 中国的抖音啊 对台湾产生巨大的渗透力 在选前啊 大家都在讲台积电掏空台湾 或半导体的去台化 这个抖音的平台啊 用最大的报道跟空间啊 也包括台湾的很多红色媒体人呢 大家互相帮腔 大家不断的讲台积电掏空台湾 这个时候呢 大家可以看到 抖音在选举的时候 他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其实抖音是透过央视入股1% 现在拥有100%控制权 他已经是一个国营企业了 那么在选战的 他所扮演的角色呢 一画面 他不断的丑化 把小英的照片呢 去用最丑陋的一面呢 来陈述 而另外面呢 抖音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们看到台积电派工程师到美国 原来这是一个非常稀松 平常的事呢 也会被扭曲成台积电呢 掏空台湾 然后工程师西家带建 连根把台湾来拔除 那这个其实 对一般专业人士啊 他这样的说法没有说服力 但是呢 市井小民对台积电不了解的人 那经过偶尔木染之后呢 假的新闻呢 也会变成真的 所以台湾未来后续啊 到底如何来看管 有中共的国家背景的媒体 在台湾的上空啊 这是下一个呢 可能政府要面对的重中之重的问题 这个选举呢 我们大概先谈到这里 我们也看到 在选后啊 未来的世界呢 他也会呈现一个比较巨大的变化 是巨大的变化当中啊 大家最值得注意的 在2022年一开始啊 其实你看到 从2月的俄乌战争之后呢 美国的CPI从1月的7.5 一路往上升 到6月呢 到了9.1 2022年整年都在通膨市内 而年准会不断的升息的态势当中 加强大家的压力 这个升息之后呢 我们大概看到 在历年当中啊 我们很少看到美国一口气啊 把历历升这么高的 从3月升1码到5月再升2码 然后呢 4次连续升3码 连升3码之后呢 如果12月再升2码 他今年会升17码 那基本历历呢 会到4.25到4.5 在美国从2000年之后呢 在很短时间快速升息呢 这次情况最严重 进入到2023 美国到底会不会 还是用去年的水准 快速的升息 这个叫暴力式的升息 我想暴力式升息的空间啊 不会太大 因为再过来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 10年期的公债 他从0.65啊 一路跑到4.279 这样的一个 10年债殖利率快速攀升啊 会引导全世界呢 其实大家都在抛美债 美国的债券呢 今年最早中国减了 1382亿 那大家知道 中国原来美国债券的部位呢 有达到1兆3200亿美元 日本啊原来最高到2兆 现在呢 中国已经减到 9393亿了 那日本呢 从2兆现在快速下降到 1.238兆 外国现在持有美债的规模 剩下7兆2960亿 而美债的规模是30兆5700亿 外国人现在持有美债的比例 大概剩下24.3 而这个数字呢 在上一次金融海啸的时候 达到25% 现在外国人持有美债比例不断创新低 也代表如果美国再继续升息呢 美债的压力会更大 所以A伦最近特别提到 美债陷入流动性的陷阱 那流动性越差 当全世界都在卖美债的时候呢 那到底谁来支撑美债 这个时候呢 美国财政部啊 压力会无限大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判断 接下来美国的升息啊 会趋缓 也就是说 美国为了对抗投稿 还是要慢慢把利率加上去 但是呢 利率要加 不会像现在很多市场专家 不断的在暗示 比方说路易斯安娜的联储主席 布拉德 他不断的强调5到7% 那他认为要到7%呢 才有办法来对抗通货膨胀 但是呢 这个7% 以现在这个情况来看呢 可能会让美国财政部吃不完多种 当过财政部长的沙摩尘也讲啊 FED要到6% 不管6或7 现在看起来呢 全世界其实都站在 减持美债的一个基本立场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相信这一次 在未来的升息的路上呢 他会脚步会趋一反合 也换句话说呢 在今年经过暴力士的升息之后呢 到了明年 虽然升息还会一波荡漾 但是已经到一个强奴之末了 这个对全世界来讲 他会有一个疏解缓解的效果 一方面现在看到 北海布伦特呢 现在最低跌到80.61美元 当然这跟最近的中国的 白色抗争有关 这个在中国的风控啊 现在没有松口的情况之下呢 现在油价呢 不断的在下跌 这个下跌如果你对照 原来先前 欧乌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呢 北海布伦特最高到137块美元 现在跌到80 最少跌幅有45%以上 这样的跌幅 其实也依靠通膨的压力呢 正在舒缓当中 所以这个慢慢会下来 油价下来之后呢 我们也看到欧元或英镑呢 其实他们都有相当大的幅度的反弹 美元指数啊 从114.778呢 现在回档到105.34 美元的回档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比较松弛的效果 你看到这个是北海布伦特 现在有一个技术面的M头的走势呢 到2023年 其实还有一个未来对世界影响比较重大的变数 如果欧乌战争有一个比较显著的变化 那我相信包括石油天然气跟粮食价格呢 都有快速下滑的空间 在这个情况下呢 这一次啊 经济学人在讲那个未来十大趋势 第一个趋势呢 是欧乌战争未来的变化 那这个也是未来大家所面对的在通膨的路上呢 可能它会产生非常诸多巨大的变化 这个变化呢 也会影响未来的全世界的股价的走势 所以这一期我特别提到 美元缓转之后呢 油价下跌 股市呢开始反弹 所以台股在这一次啊 大家看到巴菲特呢 买进台积电ADR 台湾的加钱指数呢 上升了2000点 这个2000点其实到这里之后呢 第一个大家要有这样的意识 全世界的景气呢 还在往下调整的路上 股价要大涨是不容易的 第二个呢 在过去这一年 有很多的公司啊 股价被凑杀 跌幅惨重 经过现在通膨 慢慢在缓解的路上呢 这一些跌幅过重的个股 它有修正的机会 第三个呢 台湾在地缘证数当中 它慢慢会捡到很多 原来被中国抢走的订单 包括成衣 包括安全监控 包括光学变焦镜头 也包括半导体的IP 这一些公司啊 最近我们看到两档股票 精锐涨到209块以上了 而这个创意呢 创下759元的新高 这个情况都彰显 台湾在信奈的路上 也包括供应链移转当中 现在在新南向国家 布局有成的公司 它会逐渐成为 未来台股投资上 非常重要的焦点 大家在这段时间 努力做功课 好好去选股 我相信在投资上呢 还是会有斩获 我们今天老去开讲 报告的时候告一段落 感谢大家的观赏 下周同一时间 请大家继续收看 对不起 关注